如果我有一個需求 我希望說可以幫我轉存成一個CSV的檔案 也就是說我的來源 來源的話是在這個新北市提供給我的這個連結 那如果說我希望從這個檢視資料裡面抓XML 所以你按右鍵可以複製連結 切到那個request.get裡面先把它抓下來 不過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XML如果你要解析的話 特別注意喔 那我們要找說用哪一個套件的哪個模組 可以幫我解析XML 後來發現其實在Python裡面能解析XML的模組其實非常多 但是好用的 最好用的其中有一個 我是找到有一個 其實你們也可以Google一下 就是有關那個Python怎麼處理XML 其實你會找到非常多的套件 都可以處理XML 但是其中有一個套件 我是覺得相對於其他的是簡單許多 而且好用 哪一個套件你們可以看到其實就是這個 就是叫做element tree 這個element tree的話 實際上它如果來解析XML的檔案的時候 其實相對的會比較簡單 因為你就跟它講說你的那個 你的物件或者你的弱者 你的那顆數在哪裡 然後你就把裡面的資料可以取出來了 但是它有個缺點 就是說你要餵給它的資料 特別注意 你不能直接餵 為什麼 餵那個變數裡面的資料 也就是說像我們之前 比如說我們用那個Json的時候 你就直接把html.test 就是下載的那個資料 直接餵給它就好了 但是element tree比較麻煩一點 你要餵給它的只能是一個檔案 OK 所以它只吃檔案 它不能夠吃變數裡面的資料 所以怎麼辦 沒關係 反正我知道有這個問題 那我們就可以怎麼處理 沒關係 反正你要檔案 那沒關係我給你檔案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說 老師為什麼你要先把檔案先儲存起來 然後再去把它打開 原因是因為這個套件 它有這個需求 所以以後你們再用 不管任何的套件的任何的模組 如果說它的設計就是這樣子 那你就只能照 你不能去改變它這個模組裡面的那個方法 要怎麼去 它沒有提供這個功能 那就沒辦法 而因為我找了 發現它沒有辦法 直接去開那個變數裡面的資料 它只能開檔案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把這個連結 下載下來之後 存檔 存成什麼檔呢 存成XML的檔案第一步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程式碼在哪裡 程式碼在這邊 在你們31頁的地方 這邊 所以我底下有講 第一步 步驟一 先下載 跟存檔 所以如果要下載跟存檔的話 其實就是這個 總共1 1 2 3 4 5 前兩行 所以你們等一下可以拿這個範本拿來用 然後可以直接拿到這邊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先把這一段先貼上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 這個架構 就是我們之前很熟悉的 先 import一個request 然後用request裡面的get 給它一個網址 這個網址的話 基本上我是從什麼 從這個新北市的這個 特別說 不是這個連結 這個連結get到的話 應該是一個csv的一個檔案 那它的連結應該是這個 所以按右鍵 複製連結網址 我就取得xml 這個 然後把這個網址 貼到request.get的這個 瓜糊裡面 好 就是這個網址 OK 這個網址 你會發現它是 這個網址 HTPS 然後你會發現 它其實這樣 它是用PHP寫的 所以背後其實用PHP的那個網站 那PHP其實很常會跟MySQL結合 所以這個資料一般有可能是放在MySQL裡面 PHP去把MySQL的資料抓下來 幫你丟到你的這個 你這邊 然後把它抓到之後 所以第一步丟下來的東西是這樣 那我把它抓下來之後 理論上 我們之前是直接怎麼樣呢 直接是把資料放在htm.test裡面 但是呢 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要用那個elevent tree 去做後續的處理的話 你必須要給它一個檔案 那它需要檔案 那我就給它檔案 怎麼存檔 所以底下這三行應該很熟悉吧 如果你要存檔的話 怎麼存檔 還記得吧 就是第一個 我們先f 有沒有 open 比如說我今天要存一個檔 存檔的話其實都在三行 還記得吧 存檔的名稱給它什麼 你要給它叫uby uby.xml 副檔名叫給它 然後後面的話記得 第二個參數是什麼 給它的參數應該是 就是用w寫出去 第三個的話編碼方式 那編碼方式的話特別注意 這邊的話可能要特別小心 它這個網頁上的編碼方式 印象中應該是utf8的可能性比較大 我看一下utf8 所以你記得 你如果要存檔的話 它給你的是utf8 那你存檔的話 可能要記得也要存成utf8 不然的話會有充碼的問題 所以後面的話 我們再加上 幫我把它encoding 還記得吧 encoding等於什麼 等於utf8就可以了 utf1-8 OK 那這樣的話 我就先產生一個檔案 然後再把這個物件 裡面有一個方法叫write 把它寫出去 寫什麼東西呢 寫那個網頁抓到的資料裡面的文字 這個就是我的 通過到的資料放在html5件裡面 然後呢 我就把它write出來 最後記得f.close 所以第一步的話 先幫我把它下載下來 close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我們就是把網路上面的這個網址裡面的資料 記得先存檔 存成這個ubive.xml OK 把它寫出去 我們直接看一下 理論上如果沒有錯誤訊息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ok的 沒有錯誤訊息 那我怎麼知道有沒有成功 你們可以到那個 我們 我這個程式的根目是這個 cd底下的python2022 然後呢 可以看到這邊 用修改式起排序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一個叫ubive.xml 有嗎 ok 你可以把按右鍵 edit with snowpack++ 看一下 吃掉 就出來了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存檔成功了 而且這個檔案的編碼方式 應該是utl8 ok 所以我們存檔了 存完檔之後的話 第二個步驟 才去做解析 如果說我的解析是需要什麼 我希望 把這麼多資料 這個資料裡面 我們剛剛有把它下載下來 這個資料 那你會發現 它的藍數 我剛剛有用Ctrl-A C有沒有 你們如果要解析的話 可以用我剛剛提過的那個工具 這工具其實還蠻好用 叫xml-edit 那你就把它貼到左邊 右邊的話 就會出現這棵樹了 你會發現 這棵樹裡面 它的結構就出來了 原來這棵樹 其實當然你也可以 其實理論上 你如果熟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這邊 應該可以看出來 它基本上 它這個是物件的宣告 有沒有 它是encoding等於8 然後它對外層一定是一個table的標籤 小魚開頭大魚結束 那這個就是一個標籤 那開頭的話一定是table 結尾的話一定是多一個斜線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最後面的話一定會有一個table 結尾 有沒有 所以呢 這個標籤的話一定有頭有尾 一定是一對的 那尾巴的話一定是多一個斜線 有沒有發現 前面的話小魚後面多一個斜線 一樣的道理 table 然後再來底下的話有肉 不過你會發現光看這個 看了頭一腦這樣的 所以假如說 你不希望你的眼睛受傷的話 那你就乾脆看右邊的 可能會比較簡單 貼上之後呢 你會發現它幫你轉成樹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其實轉換之後的話 基本上它的結構是這樣 這個物件或這棵樹 這個root 裡面的話有一個table 這個table裡面的話總共給你 roll的話是列 總共有657列 那657列呢 每一列裡面總共會有14欄 14欄裡面的話 分別也會有它的欄位名稱 跟它放的資料 所以欄位名稱叫這一個 它的資料放這一個 所以其實跟那個 那個什麼 Jason其實有點像 Jason也是key value 這邊其實也是類似像key value 不過你會發現 XML跟那個 Jason有一點我不太喜歡的地方 就是喔 它裡面重複的資料太多了 因為前面都會有那個什麼 它的欄位名稱 那欄位名稱一個就好了 可是它就是不斷重複 可是沒辦法 它這個慢慢就是走這種方向 那如果我知道有這個資料了 那假如說 我希望取得其中的三個欄位就好了 哪三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是編號 第二個欄位呢 還是那個讚的名稱 OK 那第三個欄位呢 就是它裡面剩下 剩下幾 就是喔 還有幾個那個車子可以借 因為理論上說真的 我們要借Uby的時候 其實不需要知道太多 欄位那麼多幹嘛 我只要知道 告訴我哪邊可以借就好了嘛 如果說我已經借了 我要去還 你告訴我哪裡可以還就好了嘛 你給我那麼多欄位幹嘛 所以其實越簡單越好 所以我們假設我需要知道三個訊息 第一個就是它的什麼呢 它的編號 第二個是它的讚的名稱 第三個還有幾台可以借 那底下 所以等於我需要的欄位是123 那底下的話 4到14都不需要 所以怎麼辦 最後我希望看到的結果 要不就是你給我一個Excel 類似像這樣 它的什麼 讚的代號 它的名稱跟它的可以停的總數 那我希望給我一個CSV 或者甚至啦 你們可以思考 最好是可以把它存成什麼 存成那個Excel更好 可是如果你要存成Excel 那變成說你要複習三個禮拜的東西 Pandas 有沒有 如果你要用Pandas 可不可以 但是問題是 你要去思考 Pandas有三個東西 Data Frame 第一個是裡面的資料 這個是Data 這個是Index 這個是Carbens 那你必須提供給它 OK 不過我想 我們先不要說這麼複雜 如果你們有時間的話 可以再想想看 下載下來之後的Excel 如何再存成Excel 不過我們先不要這麼 我們先存成CSV好了 如果我想要存成CSV 就好了 CSV就比較簡單 CSV的結構有沒有 它基本上就是 第一列一定是藍位名稱 中間加豆點換行 然後再第二個資 有沒有 豆點 三個資料中 一定要都要換行 有沒有 然後全部的資料 所以你可以看到 感觸向下 這邊總共有657個資料 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把剛剛那一段 程式是放在雲端白板的第32頁 32頁的地方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OK 所以這個是針對 XML的資料處理 首先一定要先存檔 為什麼需要存檔 我剛剛有解釋 因為主要是這個Elephant Tree 它比較麻煩一點 它並沒有可以直接讀取 這個變數資料的方法 它只能夠直接讀取檔案 所以我們就第一步 先你要檔案 沒關係 我就給你檔案 第二步的話 再針對把它存好的XML檔案 再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什麼 CSV OK 或者是把它存成ESale 存成ESale 上個禮拜有做過 如果你假設上個禮拜的練習 你有印象的話 甚至你可以試試看 反正就先做個Data Frame 然後 你把Data Frame 1、2、3的資料 提供給這個Pandas 它就會幫你把它轉成Tool itself OK 哪個簡單 反正你做得出來都簡單 所以有些東西 最好是可以把它做成一個範本 上個禮拜的東西 其實拿上個禮拜的複製貼過來 改一下 應該很快就可以存了ESale 所以你其實拿上個禮拜來改 OK 試試看